1996年 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节目典礼 切言 节目官动骨 修童共享 国际民间 无德有难民 天爱有兵营 我们的苏兄弟在台南关在团台湾来办这条 这条性大国际民俗 南民的一个行为 我常来说一条民族 国家 如果没有文化 就是定义家常常有兵营 没有文化 没有人心的表现 我们也讨厌这条过程的广望 可以将世界有随身的这条对我 对我们的大家团阅还有 为我们的官民 提醒我们的文化随身 将我们的文童业官 将我们的文童业官 将我们的随身 可以慢慢来改变 必须一个 上当有文化的气质的台南关的官民 这是我们的共同的愿望 台南廣南古代的方向是一個草地館 是一個農業館 所以對外的了解感覺比較沒什麼充分 所以我們有一個要提醒我們國來的人 像文化氣勁 所以開始來講我們是不是可以引進外國 像我們Forknance上的一般的跳舞廳 可以在電視台上看到 可以來台灣最考慮 這種國際性的民俗藝術活動很難得 就是出國也很難得看到 有這麼多的團隊同時表演 有這麼多的國際的民俗藝術團隊 要到我們彈現來 我們希望不只是在我們當時的新衣室 就是新衣區 是我們的主場地演出之外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國際性的活動 也能夠分享到給我們的當時的新衣室 也能夠分享到給我們的當時的新衣室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使我們非常的感動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國際藝術節要舉行的之前 之前中共舉行日式演習 使得很多的國際團隊 在要來參加之前 他們感到非常的擔心害怕 他們不知道來到這裡是不是安全 可是呢 他們還是冒著危險來到我們這裡 這次我們策判 這項國際性的活動 我想不僅是要展現國際的一些民俗藝術 來讓我們的同胞能夠共享 我想更重要的就是 希望我們能夠做舞蹈藝術的交流 那時候台南的新衣室 台南的新衣室 到最後我們台南館還沒學兵 所以我們那時候不是跟學校一樣 在新衣室 我們現在 早餘其他的這個鄉頂來搬 所以這並在全台南館 所在的地方都可以去看這些東西 這是比到這裡比較積極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月要去控肩 所以當時人員和經驗都要經驗 當時那個sponsor 那個家庭 要跟我們參謀來交代我 變成這樣也要經驗 南英國際藝術節要籌辦的會議當中 那我就想到 我女兒有一年去義大利跳舞 然後她告訴我說 媽媽我們有去一個義大利人的家庭喔 我說你們去那個家庭幹什麼 她請我們吃義大利麵啊 我說除了吃義大利麵 還有做什麼 她說沒有啊 就是大家在聊天啊 然後我們在開籌備會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的演出團隊 可以到一些志願來當 有一家庭的家庭裡面來做客 所以那個時候 葉家雄主任 然後就說 張媽媽好這個idea很好 就給你負責吧 我突然覺得說 這個事情我沒做過耶 反正大家也都沒做過啦 然後就說 好好好我負責這樣 所以我們第一屆 我們就找了十幾個家庭 有來吃東西 你都吃熟了 eh 我吃得好吃 你都吃坐 人呀 能够有国际观 然后跟外国朋友做接触 我们学校从2003开始到现在 我们几乎每一次都有申请 其实我们非常期待 那刚才那时候我也是刚好接主任 那因为我都带我们学校的舞蹈班 那我觉得这是给孩子 一个很不同的一个面向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可以试看看 那当然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们都不晓得怎么样去做 所以我们就用我自己 我跟我们下来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就像接待一个外国朋友的方式 那到2010年之后 就有更多的社区 那社区又是更大的一块 看着社区基民这里立正的表演 这里的外公表演者 也会立正的舞蹈来感谢他们的交谈 印象最深刻就是第一次啊 就是在那个万龙宫演出 然后因为演出当天就是滂沱大雨嘛 那一次我们就是他们在决定说要不要演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的团员也是第一次参加 小朋友很新奇就想说 因为观众都已经穿好雨衣 拿好有的拿雨伞 就坐在那里都不走 然后我们就说 我说那你们要演吗 小朋友说要啊要啊 然后他们就上台 然后上台根本没办法跳 因为雨太大 所以就很滑 他们就一直滑倒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精神 他那个日本队他看到我们的表演之后 他就说OK 你们帮我找保鲜膜然后就把鼓都封起来 然后也是推上去 在下雨的时候他们就一直打这样 对啊 不管是国内或是我们到国外去之后 我觉得益智的舞者 他们的视野是很宽广的 看到每个不同的演出 他们也会因为这样子会去了解他们的文化 就是说不是只有说啊 这个表演很无聊很好看 那大家就会从我们就会一起去探讨说 为什么他们的舞蹈会有这样的形成 那一定有他的文化跟历史的背景 一定有他的一些因素 其实民主舞蹈是很迷人的 各国的文化它有它特别的风格 其实是 所以也是促使说 我很喜欢去看这些艺术团队的表演 然后自己也是去参加国外的表演 然后除了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去 就是说传扬到国外 也是同样去吸收一些能量 然后看到别人怎么去呈现他们的文化 我那个时候在办理国际民主义之前 我们是两年办一次 我们谈别说我们一年前 我们就开始策划 机票会啊 他们也要花会周章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 有一个心理准备 我们要邀请你来了 他就开始去 向各单位 向政府大单位去申请勤费 那艺术团队机长接了之后 剩下不到三个月 你在那个乌山坡那个地方 他那个地方 我讲一句话 是一个比较偏区 比较边缘的 场地改变 这个邀请国际团队的事情 又非常的紧凑 而且又要收贿 我跟艺术团队机长说 我会让他们替你担心 你会失败 开始大概一个礼拜 我竟然是有三万张啊 接下来就我上十万啊 我真的吓了一跳 我怎么用什么方式 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些民众 要来买票来参观 果然这个非常轰动 而且当时连很有名的鬼太鼓 都来表演 所以盛况空前 几乎这个乌山头加油 他从来没有 以前没有这么热闹过 2003年 在乌山头办理的每一次 当时我们邀请日本的 鼓太鼓来做演出 下雨的 下雨他们做最后的 压轴的演出 他们是在舞台上 有大帐篷的舞台上演出 但是台下的观众 每个人都穿雨衣 大概五千多人看他们的演出 最后他们是怎样呢 他们不怕鼓失 他们把鼓推下舞台下 哇在那边击鼓 哇真的是好感动 就是说观众被表演团队感动 那表演团队也被观众感动 哇那种大家融合为一体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印象深刻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 我们从第一届本来是有15个国家嘛 后来就是因为中共啊 要四四灰弹 所以这个信息啊 在国际媒体啊大肆的报道 就本来有15个国家 后来就变成7个国家了 因为有些国家就临时取消形成了 但是也有几个国家 第二届就有15个国家了 第三届就是公务员2000人 就有23个国家 25个团队啊 为什么25个团队呢 日本都来一队 西班牙都来一队 他们真先要来啊 今年已经是第十届 第20年 这近20年来已经有44个国家 129个队友参与 可以说是全台湾 寿命最长的艺术节 南影国际民俗艺术节 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 以艺术队友 台南市是台湾的文化首都 是台湾第一个城市 历史悠久 古迹数目也是全国最多 我们的民俗艺术 更是丰富精彩 第二个特点是全民参与 在整个活动期间 不仅仅有接待家庭 也有接待社区 接待学校 同时也有企业界 捐款共襄盛举 第三个 它是一个家年法 它不是在一个定点 或是在室内表演而已 它有采接的活动 也会到不同的行政区 去做表演 可以是户内 也可以是室外 可以说 让很多市民都可以参与 免费参与 快乐的参与 就像是一场家年法活动 我希望这个 有代表性的艺术活动 不管谁担任市长 都可以持续推广下去 让它不仅仅是台湾 寿命最长的艺术节 也是最能够代表台湾的艺术节 我们通过文化的高游 最能够 已经有20多年一次 以后 未来台湾表演过的人 对台湾艺术都很辛苦 我们有机会 他们对台湾表演 因为台湾都要太多了不起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 就是要说 柔性的一个力量 它叫做 Soft Power 不是冰的东西 这是软的东西 台湾有很多 用软性的决定 可以让世界各国对台湾的祝语 让他们有很多好朋友 我想20年来 我们家居住是国际民事运务 等于是我们家的活动 我想这个也让他们 比较深入到台湾的家庭 深入到台湾的社会的 真实的一面 所以这个虽然不是到什么大餐厅 对他们来讲 可能他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是更深入的 跟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人有地线的接触 所以是非常好的 2500年 俄罗斯的国家的代表团 来到台南演出 那因为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并不是非常的好 其中有一个团员 掉了一张机票 非常非常的紧张 不知道要怎么办 后来我们有一个企业界 就知道了这个事情 企业界就主动 赞助了5万块 让他购买了一张围承的机票 那俄罗斯团 他们非常的感动 当他们要离开台南的时候 他们特别跟我们主办单位 说希望要一面 中华民国的国企 那我当时就问他说 你要我们的国企干什么 他说希望有一天 他再带着 这中华民的国企 再来参加我们的 南营国际民主艺术节目 我想在那个会场上 我们台下的市民听到之后 大家都有一支感动 这是我一支感动 谢谢大家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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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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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北斗斗大義大地道的 發達和地理的國家 我們想頒致 thanking 跟我們的拍照 和我們在2021年齡 bracketed 冠軍中的2014代 幸福20th Anniversary Nanyin International Folklore Festival Pahuhan!